每年过年我们家能最好玩的游戏就是说 韩国人 过来 我是谁 当次我看到一个中年女生一直看着我 你是不是想想我签名 她说 我是你舅妈 她已经是死猪不怕滚嘴烫了 反正认不得 不然你老我 她说一人是两年可以过年 那一些哪节目都预录好 过年还是必须要跟家人一起过 然后就面临家人的大考验 每年过年我们家能最好玩的游戏就是说 韩国人 过来 我是谁 她们家有那种好多的金鸡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中年女生一直看着我 你是不是想想我签名 她说 我是你舅妈 哈哈 她说 啊 舅妈 啊 不好意思 那你要我签名吗 哈哈 现在她已经是死猪不怕滚嘴烫了 反正认不得 不然你老我 哈哈哈 回去先K一下去年过年的合照 她能不能戴20周年的时候 全部记在所有人的名字 好 知道不了 好 知道 好 知道 到底是全顾的吗 对 特别 特别是我最经典的一个 鸡蛋 好 我吃了一个 但鸡蛋 可以一直买啊 好 那一件特别的 就是一把德国人卖给我的吉他 他是1850年的吉他 特别是我最经典的一个 鸡蛋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书上 所以我就拿到了 光说不愿家把吉他 你拿到书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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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 Oczywiście 后遍 我得到书上 声音就是非常像老�isp 因过许多战争 遗留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